婚礼当天,婆婆理直气壮地让失联二十年的生父上台致辞,并指着我的鼻子训我,大喜的日子闹个什么劲儿?你是想让所有人都戳几两股,骂你不笑吗?而辛辛苦苦拉扯我长大的继父坐在台下落寞苦笑。 我摘下头纱,一巴掌抽在圣母男友脸上,结什么结,不结了。 今天是我和乔征结婚的日子,我们为今天的婚礼不厌其烦地彩排了数次,耐心打磨着每一个环节,只希望留下一场完美的回忆。 礼堂里播放着婚礼协奏曲,而我穿着精心挑选的洁白婚纱站在门外,怀着期待的心情等待挽着父亲的手臂入场。 然而,眼看着入场时间将至,父亲却迟迟没有出现。 我有些不安地四处寻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影,直到那个高大的背影站到了我的身边。 我心里一沉,变了脸色,怎么是你? 我爸呢? 徐刚脸上露出一个讨好的笑,眼尾的皱纹显得无比刺眼。 圆圆,我就是你爸爸呀。 我心头火起,甩开他的手臂,直接推开了宴会厅的大门。 思怡正在深情地念着台词,各位来宾朋友们,新娘的父亲将要亲自陪伴着自己的宝贝女儿踏上婚礼殿堂。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她流畅地主持在看到我独自一人进场时打了个磕巴。 而我一把拍开徐刚仕途从身后拉住我的手,几步走到了台上的乔征面前。 我冷声质问,你怎么把她叫来了? 乔征,这是我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她脸色有些心虚,又在台下宾客的窃窃私语中化为不满和难堪,低声安抚我。 远远,徐叔叔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他还健在,哪有让自己继父入场致辞的道理。 我的目光落在亲属席上,看到父亲略微勾楼的身影,坐在宾客群中,眼睛一酸,乔征,我姓林不姓徐。 一个从我出生到现在只提供了一个细胞的男人,有什么资格在我生命最重要的日子里,代替抚养了我二十多年的爸爸出现在台上。 乔征皱了皱眉,而站在他身后的准婆婆王玉芳已经忍不住了。 他上前一步拉住我的手腕,语气强硬,远远是我做主换成你爸致辞的。 今天大喜的日子,不是你耍小杏子的时候,你是想让所有人都戳几两股,骂你不笑吗? 见我不语,他又低声威胁道,你跟乔征已经领证了,今天这一事必须走完,我们乔家可要不起连自己亲爹都不要的儿媳妇。 我对他的指责充耳不闻,只像个溺水的人一般直直地盯着乔征,试图在他脸上看到一丝愧疚或是心疼。 可我只清楚地看到他脸上对我的不赞同。 他的语气里透露出失望和不耐烦,远远,你懂点是不要耍脾气了行不行。 徐叔来都来了,你现在闹起来谁脸上都不好看? 乖,回去我再跟你解释好不好。 像是一盆冷水兜头泼到脸上。 我的视线慢慢扫过台上所有人的表情,指尖慢慢变得冰冷。 我和乔征交往了两年。 他温和孝顺,气质斯文,但我从来都是温柔细致。 他分明知道,我小时候是怎么过来的呀。 我脑中紧绷着的那根线,断了。 在满堂宾客的注视下,我深吸了一口气,示意思宜将话筒递给我。 乔征和王玉芳眉头微微一松,似乎觉得我已经让步。 徐刚也默默地走上前来,以长辈的姿态站在了我的身边。 而下一秒,我将投杀一把扯下来丢在乔征怀里, 又劈头甩了他两个巴掌,对着话筒置地有声。 结什么结?不结了? 我林源姓林,不姓徐。 谁给你的脸? 你敢在婚礼上换老丈人,我先把你换了。 我来自重组家庭。 徐刚是我生理学上的父亲,却在我一岁不到就出轨离婚。 二十多年来,音讯全无,连一分钱的抚养费都没有给过我。 四岁时,母亲带着我嫁给了现在的父亲林文涛。 父亲是个老实善良的人,待我视如己出,也从不嫌弃母亲因为月子里没能养好身体, 长期体弱多病,不能再生养。 我们像是普通的一家三口一样,平静而温馨地度过了十多年的时光。 可是,就在我考上重点高中那年,缠绵病榻的母亲还是撒手离开了人世。 家里为了给母亲治病,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又将面临着不菲的学费。 我在母亲坟前跪了很久,内心又是伤心,又是坠坠不安。 我担心对父亲来说,我只是个前妻带来的脱油瓶。 如今唯一的羁绊也没有了,他会不会不要我了? 等葬礼结束,我小心翼翼地看着父亲一夜之间花白的头发, 跟在他身后不敢吱声。 他却像是察觉了我的心思,粗糙的手指草草擦干脸上纵横的泪痕, 对我露出一个憨厚安抚的笑来。 放心吧闺女,爸都看好了,南城的工地正在招工, 爸这个暑假多搬点砖头,总能攒够学费的。 而他也没有辜负自己的承诺。 暑假最热的两个月里,我在开着空调的奶茶店里兼职, 而他天天早出晚归,天不亮就带着一大矿泉水瓶的凉开水, 六个馒头和一小包炸菜出门,直到天黑了才满身大汗地回来。 他前胸后背的衣服在烈日下湿了干干了湿,都能看到白色的岩霜。 可他从没喊过一声泪,有过一句怨言。 哪怕所有亲戚都上门或明或暗地提示, 只要将我这个脱油瓶丢掉,他就能过得轻松得多。 可他只是摇着头笑笑,坚定道,远远喊了我这么多年爸爸,他就是我的女儿。 两个月时间,父亲硬生生为我攒够了一万多元的学费和生活费。 也因为老实本分的性格和对妻子女儿的责任心,不是没有人给他介绍对象, 甚至还有寡妇主动找上门来提出想跟他过日子, 还打包票要给他生个儿子。 可父亲总说,我要是再娶一个,我闺女怎么办? 再说,现在可不兴什么重男轻女了,以后我有闺女给我养老,要儿子做什么呢? 他靠着宽厚的肩膀,十年来一个人供我读书, 给我在市区买了一套小小的公寓房,买了代步车,甚至还给我存下了嫁妆钱。 他总是笑着跟我说,别人有的,咱们闺女也不能少。 而我跟乔征是惊人介绍相亲认识的。 他知道我家的情况,准公婆也爽快地表示, 亲爸继父那都是上一辈的事情,只要我们过得好就行,不用在意这些。 也是确定了这一点,我才放心地开始与他交往,并在两年后开始筹备婚礼。 在彩排阶段,他们也是安排了父亲牵我走红毯,做婚礼致辞。 不善言辞的父亲很早就开始准备婚礼发言了。 我无数次看到他戴着老花镜,在台灯下认真的一字一句地写着什么,不满意就化掉。 在笨拙地对着字典查着什么。 而徐刚就是在这时找上了门,想要跟我相认。 父亲抽着烟沉默不语,我则直接拿着扫帚将他赶出了门。 我只有一个爸爸,你一个抛妻弃女的渣男,还有什么脸出现在我面前。 可公婆竟不知怎么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他们试图说服我让两个父亲同时出席婚礼, 亦被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事到如今,他们竟然想出了这么个先斩后奏的主意, 试图道德绑架,让我屈服。 他们打错算盘了。 我林园今天要是退让了,我就对不起自己的姓。 我看着一片哗然的婚礼现场和被我打猛的乔征, 对着满堂的宾客一字一句道, 各位亲友,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参加我和乔征的前婚礼。 今天的婚礼取消了。 大家一定很好奇我身边这个男人是谁。 他叫徐刚,是我生物学上另一半的提供者, 也是在我26岁人生中整整缺席了25年半的所谓亲生父亲。 就是这个人,在我妈坐月子的时候带着小三打上门来, 嘲笑他是个生不出儿子的破鞋, 逼着他伺候小三给他坐小, 害得我妈落下一身严重的月子病, 没等到我成年就撒手人寰。 就是这个人,在离婚时卷走了家里所有的财物, 丢下病弱的我妈和不到一岁的我, 这么多年来,音讯全无生死不知, 连一分钱抚养费都没有付过。 也是这个人,在我婚礼前突然找上门来要跟我相认, 端着父亲的架子想让我给他买房养老, 享受所谓的天伦之乐。 我示意灯光师将一束光打到了满脸通红的徐刚身上, 徐先生,请问你哪里来的勇气, 赶在我的婚礼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存在感? 是当年的小三没给你生出儿子? 还是你家庭不幸,儿子不孝, 终于想到还有个血缘上的女儿可以割韭菜摘桃子? 但凡有点良心的人,都做不出销声匿迹二十多年, 在认亲被剧后又出现在女儿婚礼上。 至于我的前未婚夫一家, 我们订婚礼流程的时候, 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们没戴耳朵? 你们有什么资格对我的家务事指手画脚, 擅自决定谁致辞谁坐台下? 玉皇大帝的脸都没你们大, 乐山大佛都应该让位给你们坐, 还敢威胁我闹起来丢脸? 你们是想道德绑架谁呢? 这么圣母, 这么共情一个抛弃妻女的渣男, 不得不让我怀疑你们乔家的家风家训。 今天,南方的财礼给了八万八, 其中三万还是找我借的充门面, 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都有。 趁着今天大家都在, 也好做个见证。 这五万八请王阿姨当着全场的面清点清楚带走, 免得日后上门讨要。 再有,今天的婚宴是女方主场, 请女方的各位宾客吃好喝好。 南方的红包我们会如数退还, 也请我的前男友带着他那帮亲戚闻名退场。 乔征和我那对前准公婆的脸色都很不好看。 在我发言到一半的时候, 他们就想扑上来抢我的话筒, 只不过被我爸和几个娘家的兄弟挡住了。 王玉芳气得发抖, 鲜红的手指甲指着我的鼻子就是一连串脏不可闻的国骂。 林远, 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赔钱货, 能嫁进我乔家是你上辈子稍高香修来的福分。 我这就叫乔征跟你离婚, 我倒要看看谁会要一个二婚的破鞋。 我好整以侠地给他递上话筒。 王阿姨, 您尽管骂, 也好让各位宾客看看, 你们老乔家的教养有多么高尚。 你个贱蹄子, 他还没说完的脏话一噎, 面色猙獰的想要扑上来挠我, 被我脱下的高跟鞋一鞋跟敲在手背上, 发出一声痛呼。 我微微一笑, 您不是成天吹嘘自己儿子有多受欢迎, 连单位大领导的海归女儿都哭着喊着要嫁给他吗? 我今天正好成全您儿子了, 你不是该感谢我才对吗? 请问乔征的同事在哪里? 麻烦向领导转告一下, 乔征的婚礼黄了, 要是想招他当女婿还请抓紧, 不然他们老乔家的儿子, 多的是女生上赶着要嫁给他呢。 在满堂的嘲讽里, 王玉芳面皮抽动, 充血得眼底死死盯着我, 几乎要晕厥过去。 而面色猙獰的乔征对我高高扬起巴掌, 也被我的娘家兄弟一拳打翻在地。 一片混乱中, 乔征一家人和徐刚灰头土脸地被赶出了宴会厅。 南方亲属也陆陆续续地离了场。 头发凌乱的王玉芳愿毒地看了我一眼, 丢下一句到时候别跪着求我要当我家儿媳妇就恨恨地离开了。 而父亲安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闺女, 没事, 乔征家没一个名是李的, 你嫁过去也过不上好日子, 爸爸都支持你。 一腔孤勇的热血慢慢冷却下来, 我眼眶一热, 忍不住靠在他肩头落下泪来。 婚礼闹剧第三天, 乔征给我打了个电话, 圆圆, 知道错了没? 我妈擅自把你爸换了是做得不合适, 可她心是好的, 你看你后面闹得这通, 把我家的面子都丢光了。 我妈这次被气得够呛, 你赶紧买点保健品什么的上门来道个歉, 让她把气给消了, 不然她真得逼着我们离婚了。 彼时我正在查旅行攻略, 准备一周后带我爸出门散心, 闻言几乎气笑了。 乔征, 你在开什么玩笑? 该上门道歉的是你妈才对, 明天有空没? 我们去民政局把离婚正扯了, 从此路归路桥归桥, 也不耽误你找白富美。 乔征欲言又止, 旁边的王玉芳的破口大骂 已经通过话筒隐隐约约地传了过来, 答应她, 我看吓不死林园这小贱人, 给脸不要脸, 我还真不信他舍得跟你离婚。 一天天地把离婚挂嘴边吓唬谁呀, 我倒要看看他这么个二手货 以后还嫁不嫁得出去, 一旁还有别的亲戚在拱火, 可不是, 还没进门就这么闹腾, 不好好收拾拿捏住了, 以后不返了天了。 要我说, 明天得让他给你好好下跪敬茶, 立立规矩才行。 我冷淡地笑了, 乔征, 明天上午九点, 带好资料民政局见, 谁耸谁就是孙子。 第二天, 乔征准时出现在民政局门口, 他穿着一身挺阔的白衬衫, 焦筋地对我抬起下巴, 林远,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跟我回家好好道歉, 争取我妈的原谅, 我们还能不离婚。 以后赶紧生个儿子,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还是能好好过日子的。 我连白眼都懒得翻, 回头对着门里喊了声罢。 我爸和几个人高马大的娘家兄弟 从里面走了出来, 乔征的脸白了, 爸, 我爸沉着脸摆白手, 我当不起你这声罢。 赶紧去把离婚证领了, 别再纠缠了。 乔征如动着嘴唇, 到底在三个男人虎视眈眈的目光下 败下阵来, 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乖乖地跟我办完了手续。 走出民政局大门时, 我拿着离婚证对她示然一笑, 你妈在家等我敬茶等了很久吧? 告诉她, 这辈子都等不到了。 想摆婆婆的款, 也得看她这辈子有没有这个福分。 一周后, 我向公司请了一个月的年休假, 准备带上我爸出门旅行。 回到小区时, 却见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们都在用字以为隐秘的目光, 偷偷看着我, 时不时交头接耳。 难怪这孩子这么紧张他爸爸呢, 连老公都不要了。 我说呢, 那时候我给林老弟介绍再婚对象, 他还不愿意呢, 原来那时候就, 嘖嘖嘖, 只人之面不知心啊, 没有血缘的妇女住在一起, 时间久了, 关起门来谁知道能发生什么事呢? 哦, 这也太恶心了, 只言片语传入耳中, 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一把拉住对门正在磕着瓜子的陈大婶。 婶子, 你们在说什么? 她躲避着我的目光, 没, 没什么, 那个, 圆圆啊, 婶子也算是看着你长大的, 就算你跟老林没有血缘关系, 有些事还是做不得的呀。 我如坠冰枯, 一个极为荒唐的猜想在脑中浮现。 在正愣间, 陈神已经正开了我的手, 仓皇扭身关上了自家大门。 这时, 我的微信上收到一条来自朋友的信息, 圆圆, 现在本地论坛上到处都在传你跟你爸的黄瑶呢, 是谁要整你啊? 快想想办法。 我凭住呼吸打开手机, 只看到无数个夺人眼球的标题正在被大肆转发。 女子不认亲父当众悔婚, 原因竟是继父。 女子与继父不可言说的二三事, 论现代同养习的养成到底是人性的缺失, 还是道德的沦丧。 我颤抖着点开其中一个链接, 里面用春秋笔法, 轻描淡写地将徐刚抛弃弃子的过往 一笔带过, 反而以知情人的口吻暗示了我和继父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和作为无辜受害者的乔征一家的心路历程。 甚至在文章的最后, 徐刚以一个宽容而无奈的父亲形象向我喊话, 声称只要我愿意迷途之反向他认错, 他永远承认我这个不孝的女儿。 我气得全身发抖, 王玉芳得意非凡地给我打来电话, 林远, 听说你竟然跟你爸有一腿。 嘖嘖嘖, 我就跟阿征说, 重组家庭出来的女孩子都又花又随便, 脏得很, 他还不信。 当初得亏你高抬贵手, 没进我们乔家的大门, 没得脏了我们家的空气, 真是个晦气玩意儿。 而接下来的时间里, 各路陌生电话接二连三地打了进来, 数不清的污秽短信也接连而至。 你是不是有病啊? 母女共事一夫的感觉怎么样? 以死泄罪吧贱人, 乱轮狗都该去死。 我要是你妈, 在你生下来的时候, 我就该把你淹死在马桶里。 你这种人活着都是亵渎空气, 寂寞嘛贱人。 要不要隔个晚上来陪你啊? 肯定比那老不死的更能让你爽翻天哈哈哈哈。 我的胸口像是被厚实的棉花堵住, 沉闷地喘不上起来。 我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被造黄瑶且网爆了。 巨大的愤怒和荒诞席卷了我全身。 就在下一秒, 一只有黑的手抽走了我手中的手机。 爸爸沉稳地看着我, 语气坚定。 闺女, 你把我活了大半辈子, 再大的风浪也都挺过来了。 爸只知道, 真的假不了, 假得真不了。 别怕。 在短暂的混乱后, 我极力冷静下来, 开始准备反击。 我曾在大学时, 出于兴趣旁听过法律系的课程, 知道应对谣言的第一步, 就是固定证据。 发帖人的ID是一个匿名小号, 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用信息。 但是问题不大。 我通过录评和截图将原帖内容全部保存下来, 着重对转发量、 评论术和遭遇的骚扰电话短信做了标红处理, 并通过在线平台做了公正。 第二步, 委托律师起诉谣言发布平台, 要求平台方提供造谣者的身份信息, 并对不实谣言做删除处理。 但起诉也好, 谣言的澄清也好, 都需要时间。 即便我已经向各个转发谣言的营销号 发出了律师函, 但事件热度在短期内根本无法平息。 毕竟, 自带擦边的消息更能引起人们超出一般的热情和关注。 他们需要的从来都不是真相, 而是一个能自由狂欢发泄和吃人血馒头的契机。 而我收拾好心情, 依然按照原计划带着父亲踏上了旅程。 同时, 我也找了私家侦探, 请他密切关注乔征一家和徐刚的一举一动。 大半个月后, 在我带着爸爸一路西行, 最终到达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欣赏着恶魔之眼, 爱肯全时, 私家侦探发来了这一家子的最新动响。 有王玉芳跟着一众老姐妹跳广场舞的, 有乔征拎着公文包日常上班的, 有徐刚坐在茶馆里跟旁人喝茶聊天吹牛的, 有王玉芳独自一人上街买菜的在重金加持之下, 就连徐刚过去二十年的大致经历也被私家侦探查得明明白白。 嗯。 我将图片放大, 仔细观察着上面的细节, 无数念头闪过脑中, 串成了一条模模糊糊的线。 两天之后, 律师一告诉我, 平台提供了发帖人的注册手机号码。 我对比了手机通讯录, 是个陌生号码。 而后, 我花五十块钱找了个刨腿小哥, 给这个号码打了电话, 声称自家上市公司正在做老年人保健产品的推广试用。 而对方正好符合试用条件, 不日便会有免费产品邮寄上门, 请他配合登记下地址姓名等相关信息。 号码的主人果然上当。 小年轻将电话录音和登记的地址信息交给我。 我将证据保存上传, 慢慢勾起唇角。 不出所料, 那果然是王玉芳的小号。 看来是时候结束这场旅行了。 回家后, 我给乔征发了条信息, 情真意切地表示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就算以后做不成一家人, 也希望能有机会上门道歉, 在各位亲属的见证下争取王玉芳的原谅, 并随徒附上了贵重的藏族虫草作为歉礼。 乔征很快便回复了。 他以娇金傲慢的语气表示, 既然我已经知错了, 那他们乔家也是通情达理的人家, 自然也懂得冤家以解不以解的道理。 他甚至暗示了, 我们也不是没有重修就好的机会。 一切都看我的诚意, 我差点要吐出来, 于是我们敲定了, 三日后我会亲自带着我爸上门致歉。 而到了那日, 我看着满院子看好戏的南方亲属 和王玉芳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 平静地垂下眼, 好不容易才忍住即将溢出唇边的笑声。 王玉芳倒是坐足了派头, 见我和我爸进来, 他坐在椅子上抬了抬眼皮, 阴阳怪气地来了句, 哟, 这不是咱们家高攀不起的钱媳妇吗? 怎么, 今儿个又是什么风把你们妇女俩吹来了? 他在妇女两字上恶意地加重了音, 引来围观人群中一阵不怀好意的哄笑。 他脸上更是得意, 刻薄的脸上透着快意和恶毒, 当初我说什么来着? 离了婚的二手破鞋没人要, 跟自己继父睡在一起的乱伦货色更没人要。 当初你是怎么威胁要跟我儿子离婚的? 现在哭着喊啄想来复婚, 门都没有。 我只作不知, 唇角含笑地将廉价保健品放到他身前, 清了清喉龙道, 王阿姨, 前阵子是我不好, 今天来给您赔礼道歉了。 您大人有大量, 肚子里又怀着孩子, 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 他得意非凡的表情僵住了, 围观的亲戚里传来轻微的窃窃私语声。 而乔父则直直地盯着他的表情, 面露探究。 乔征皱眉呵斥我, 林远, 你要道歉就道歉, 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委屈又惊讶地抬高了声音, 我没有胡说呀。 我在医院的朋友告诉我, 王阿姨一周前还去妇产科做了产检呢, 孩子都四个月了, 这种大好事怎么能藏着掖着呢? 你看, 我朋友生怕认错了人, 还特意拍了张照片给我呢。 我从口袋里抽出洗了数十份的照片, 故意往聚集的人群中用力一撒。 照片上面赫然是坐在妇产科后诊区的王玉芳。 全场哗然, 无数目光都看向了王玉芳宽松衣服下戴着坠肉的肚子。 乔征不可置信地看向王玉芳。 妈, 林远说的是真的。 王玉芳那富气定神贤的样子早已全无, 保养得宜的脸上又是难堪又是猙獰。 你个满嘴喷粪的贱人, 造谣可是要坐牢的。 我微笑着耸了耸肩, 这要是没影的事, 我怎么敢胡说呢? 您要是觉得我在造谣, 大可以报警, 再去医院验个血, 看看您肚子里到底有没有徐刚的儿子。 要是没有, 我林远愿意三桂九寇给您道歉, 并赔偿您名誉损失十万元。 像是一连串的废水掉入油锅, 在我的言之凿凿之下, 乔家的三姑六婆各个眼貌金光竖着耳朵, 拥挤着往前迈了一大步。 我没听错吧? 徐刚的种, 那个林远的亲生爸爸。 怪不得玉芳那时候 铁了心要让林远认回亲生父亲呢? 这么插手人家的家务事给人家打算, 感情是有私心在啊, 私你这么一说, 好像也说得通啊。 我在此起彼伏的抽泣声中 对着面色红白的王玉芳微微一笑。 王阿姨, 之前您说得对, 徐刚好歹是我的亲生父亲, 虽然这二十多年来, 我没见过他一眼, 也没得过他一分钱。 但还是得关心关心他过得怎么样? 这一关心不就巧了吗? 原来他还是您的中学同学兼初恋男友啊。 您那时候的班主任记得可清楚了, 当时他棒打鸳鸯, 拆散了你们俩, 您可是哭了整整两个月, 眼睛都肿得跟桃子一样呢。 后来徐刚出轨离婚, 倒是过了十多年夫妻美满的日子。 可惜他人到中年投资失败, 小三卷了, 他全部钱财跑了。 他走投无路之下上门找我, 竟然发现我前未婚夫的妈妈, 就是他三十年前的旧情人啊。 这不是无巧不成书吗? 还是您这个昔日恋人用自己的私房钱向他伸出了援手? 果然是学生时代的情谊, 真是纯真又美好啊。 您看, 我这儿还有徐刚陪您产检的照片, 你们一起进出酒店的照片, 徐刚一个人逛母婴殿的照片, 虽然徐刚对我来说是个不称职的生理学父亲, 可他对您肚子里的孩子, 感情可是深厚得很啊。 如今您老树开花跟初恋再续前缘, 又老傍怀猪得了个老来子, 可得照顾好自己, 要是气出个好歹, 徐刚就真没儿子养老了。 您说, 我要是再不上门给您道歉, 不就是罪人了吗? 王玉芳已经说不出话来, 而乔征摇摇欲坠地站在原地, 一副恍恍惚惚的模样。 乔傅一言不发地丢下手里的照片, 面色铁青地站起身来, 揪住王玉芳的衣领将他拖倒在地, 随即几个重重的巴掌扇了上去。 人群一片混乱, 直到王玉芳挨了四五个巴掌后, 才有人反应过来, 大呼小叫地将乔傅拉开, 又有几个妇女将王玉芳扶了起来。 王玉芳的脸迅速肿得不成样子, 甚至从口中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和半颗牙齿。 他蜷缩在地上大呼小叫, 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乔征一脸苍白地站在原地, 看着王玉芳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从来不认识的陌生人。 王玉芳与他目光相处, 像是被烫到一般心虚地转到一边, 却又在看到我时变为刻骨的恨意与阴毒。 而我歪了歪头, 向他出示了手机上120的通话记录, 在他促然变色的脸色中 无声地做了个口刑, 不用谢。 万般不情愿的王玉芳 还是被救护车拉到了医院。 乔家的一众亲属 也乌泱乌泱地赶了过去。 在听到医生需要住院保胎的结论后,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讨论声。 而徐刚鬼鬼祟祟的背影已出现在急诊室门口。 就在二十分钟前, 我用不记名电话卡给他发了短信, 以王玉芳的语气告诉他自己不小心动了胎气, 正在医院保胎。 他果然来了。 徐刚在看到走廊里那么多乔家人后迟疑了片刻, 拉低帽眼, 郑玉转身, 偷偷离开。 而我眼尖地发现了他, 扬声道, 徐叔叔, 您怎么不进来就走了? 不看看您初恋肚子里的孩子吗? 当初您还年轻, 不知道体谅我妈刚生完孩子就出轨离婚也就算了。 如今您都五十多了, 王阿姨又是拼着自己五十多的高龄也要给您生孩子, 您也该懂得心疼人了吧。 一瞬间, 无数认识不认识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围观的人群中, 不少人拿起手机开始设想。 徐刚有些僵硬地转过头来, 脸皮抽了抽, 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你这孩子, 瞎说些什么? 我笑而不语, 双眼赤红的乔征 已经一个剑步冲上去将他灌倒在地, 一拳一拳重重地打了下去。 徐刚猝不及防被重摔在地, 我似乎听到了一声骨头断裂的脆响。 兵荒马乱之下, 医院的保安围上来将他俩分开, 并拨打了110。 一众七鼠围着乔征父子开始七嘴八舌的劝慰, 也将事情始末原原本本地摊在了吃瓜群众面前。 几个嗅觉敏锐的年轻人已经开始直播并加以解说。 经母亲老傍怀猪, 成年儿子和情夫在医院大打出手, 这到底是人性的缺失, 还是道德的沦丧? 珍爱无罪浅息穷瑶巨队上一倍三贯的影响。 也有认出了我们的, 自己妈妈竟然不声不响怀了前岳父的肿, 这辈分到底该怎么算? 我看着本地论坛上热度飙升的几个直播帖, 微微一笑, 在徐刚声嘶力竭的喊痛和我要告你的怒吼中, 悄悄离开了医院。 14. 乔征对徐刚的暴打无可辩驳, 当场就被警方拘留。 因为故意伤害致人轻伤, 他很可能面临三年以下的牢狱之灾。 在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下, 一波一波的网红跑到医院, 乔家、乔征的公司甚至是派出所门口采访直播。 乔家的三姑六婆们收了采访者的好处, 一个个在屏幕前说得慷慨激昂, 唾沫横飞。 他们甚至还翻找出了王玉芳学生时期的日记本 和加在书中的定情信物仔细展示, 着实让公众的狂欢又攀上了一次高峰。 乔征的公司不堪其扰, 将他解聘了。 而焦头烂额的乔府不得不给徐刚支付了单人病房的钱, 好吃好喝给他供着, 并捏着鼻子让王玉芳向他道歉, 希望对方出具谅解书。 正在住院保胎的王玉芳便一个人进了徐刚的病房。 两人关起门来说话, 却不知道是哪个直播博主为了得到第一手消息, 偷偷在徐刚的单人病房里安装了隐蔽的针孔摄像头。 当晚十二点, 两人在病房里的一言一行均被播出, 着实给他引来了一大波流量。 画面上,王玉芳穿着医院的病号服, 一张脸在短短数天内苍老了不止五岁, 却偏偏要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小白花姿态。 刚哥,徐刚的腿上打着石膏, 被打断的鼻梁上缠着厚厚的纱布, 面对着窗外一言不发。 王玉芳则直接拉着他的手放到了自己肚子上。 刚哥,你摸摸咱们的孩子啊, 徐刚面色稍缓, 王玉芳则趁热打铁。 刚哥, 看在我们孩子的情分上, 你就原谅小征吧, 他也是一时接受不了。 徐刚从鼻子里冷哼一声, 玉芳, 你的意思, 我就这么吃下这个哑巴亏算了。 你倒是心疼你跟乔老二生的儿子啊。 王玉芳忧愁得醋眉, 全然不知自己那副东施孝平的模样有多么辣眼睛。 刚哥, 好歹咱们这么多年的情分, 把事情做绝可就真成仇家了。 他顿了顿, 脸上浮现出一丝娇羞, 借着这个机会, 我也正好跟乔老二离婚。 以后, 咱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徐刚的脸上飞快地闪过不耐和嫌恶, 却又很快按捺下来, 换成了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 那好, 我要赔偿十万, 你离婚的时候再多分些钱, 还有乔老二在市区的那套房子也要带走。 眼下他唯一的儿子还被我拿捏着, 不怕他不同意。 王玉芳有些迟疑, 这不太好吧。 那房子是给阿征当婚房用的, 只是怕儿媳妇儿以后分房产, 才一直没过户给他。 徐刚温柔道, 你这个傻丫头, 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么心软? 你就是不为自己想, 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 乔征一个成年人, 有手有脚, 多少钱都能自己挣来? 我们就不一样了, 五十多岁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真等着以后生了孩子坐吃山空吗? 在徐刚的柔情洗脑下, 王玉芳很快便答应下来, 他到底是一难平, 又对我咬牙切齿大骂起来, 都怪林园那个贱人, 要不是他在背后拱火, 咱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徐刚倒是有几分漫不经心, 你前阵子不是找人给那丫头造了黄瑶了吗? 不过, 我看那死丫头油颜不尽, 脸皮也厚得很, 要怎么对付她, 咱们日后还得多想想办法。 王玉芳不甘不敬地骂了我一通, 徐刚的心思却早已经不在此处, 他暗示地抹扎着王玉芳的手心, 赤裸的目光在他身上寸寸扫过, 玉芳, 咱们可是好久没一起了, 我这回为了你可是遭了老罪了, 你是不是得补偿补偿我? 王玉芳娇称地丢过去一个眼波, 讨厌, 徐刚的手已经不安分地伸到了他的衣巾里, 到底顾忌着孩子, 两人没有真刀真枪, 却也在病房里别出心裁地温存了好一会儿。 博主很有法律意识地给画面打了马, 只留下满瓶辣耳朵的娇喘和身影, 全网都见证了这对老房子着火的旧爱 是多么地激烈和情难自尽, 弹幕爆了, 第二天, 宝刀为老徐刚哥和傻丫头王玉芳, 成了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存在, 无数人装作有意无意地路过两人的病房门口, 只为了亲眼看看这对当代西门庆潘金莲是什么样子。 乔父已经彻底不出门了, 他也有了个名字, 叫最惨五大郎。 也因为徐刚王玉芳谈话中透出的细节, 针对我的谣言也被攻破了。 我和父亲得到了无数人的同情和歉意, 邻居陈沈沈更是拉着我的手, 大骂王玉芳和徐刚丧良心不得好死。 也有很多人义愤填膺地建议我报警, 让始作俑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而我浏览着电脑上愈发完整的证据链, 微笑着安抚他们。 还不到时候, 王玉芳肚子里可还揣着个免死金牌呢。 如今所有埋下的雷都已爆炸, 还剩下最后一颗。 我,拭目以待。 而另一头, 乔傅在看到枕边人的盘算后, 恨得红了眼睛。 他干脆破罐破摔, 将手机狠狠砸在王玉芳脸上, 告诉他要么拿着离婚证静身出户滚, 要么他拼着不要乔征的前途, 也要把他绑在家里折磨到死。 反正, 那孽种生下来就是个私生子, 就算是有个风吹草动, 夭折了, 也不爱着他什么事。 王玉芳怕了。 一个月后, 王玉芳前脚在无数人的骂声中领到了离婚证, 后脚就厚着脸皮跟徐刚领了结婚证。 他们唯一得到的就是五万元赔偿款。 两人在民政局外还被无数路人丢了臭鸡蛋和烂白菜。 乔征也在得到谅解书后被放了出来, 整个人瘦得不成样子, 阴郁得像是换了个人。 没等两人尽情享受没羞没骚的婚后生活, 我就将徐刚到处撩骚和出入按摩店的证据, 拟名发给了王玉芳。 里面多的是珠心之眼, 那女的不过是倒贴上来的, 也不看看她自己长的什么德行。 我不过勾勾手指, 她就跟八百年没见过男人一样扑上来了, 见不见哪? 三十年前, 我就是跟她玩玩而已。 三十年后, 我还能看得上她, 肚子上的皮都松垮成那样了, 看着都恶心。 王玉芳彻底疯了。 两人在租住的房子里大吵一架, 将能砸的东西都砸了个遍, 从屋里打到屋外, 又大大的出了把风头。 徐刚被挠得满脸开花, 将王玉芳推倒在地, 狠狠地朝她脆了口唾沫, 头也不回地走了。 王玉芳一个人在房子里等了七天, 也没见她回来。 就跟二十多年前, 抛弃我母亲一样, 徐刚再次卷着所有财物, 抛弃了她所谓的情人。 王玉芳打掉了孩子, 失魂落魄地回到乔家门口静坐装可怜, 痛哭流涕地希望乔家父子再接受她。 只是她早已重叛亲离, 丢了工作又被母亲算计婚房的乔征, 更是将她视为仇人。 她到处卖可怜, 但她的嘴脸如今人尽皆知, 没有人会同情她了。 她和乔家父子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而我带着之前固定好的证据和视频中两人的谈话记录正式报警, 并通过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王玉芳通过登报、录制视频等方式公开道歉, 并赔偿经济损失三万元。 因为证据确凿, 且转发数点击数均远远超过五千, 达到刑法第246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标准, 王玉芳诽谤和损害名誉罪成立, 警方正式立案。 他将面临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见他摊上官司, 乔家父子更是对他必如蛇蝎。 王玉芳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而我带着工作以来的积蓄辞掉了工作, 卖掉房子, 带着爸爸到了一处南方的东暖夏凉的城市定居。 我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 每年都会抽出两个月的时间带着父亲到处旅行。 而乔家的消息依然通过以前的朋友缘缘不断地传到我耳中。 因为丑闻,乔征在当地的名声彻底臭了, 找不到好工作, 也没有好人家的女儿愿意嫁给他。 在蹉跎到三十多岁后, 他不得不娶了一个外地的二婚伏弟, 摩老婆, 日子过得鸡飞狗跳。 而王玉芳在出狱后, 竟然又跟回来找他的徐刚混在了一起。 徐刚染上毒瘾, 日子过得很是拮据, 不得不回来找当初那个对他死心塌地的情人。 而王玉芳竟然也接受了他。 只是在一周后的深夜, 他趁着徐刚熟睡, 将一大锅滚水倒在了他的头上。 徐刚在睡梦中被活活烫死。 王玉芳因为故意杀人罪, 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而我漠不关心地退出手机页面, 对着窗外满院子盛开的鲜花深深地吸了口气。 父亲正在院子的另一边试弄他种下的蔬菜, 脸上的皱纹舒展而轻快。 六月的微风不燥, 阳光正好, 我也会过好自己的生活。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述一个故事。 我谈了个清廷的博士男朋友, 养了他三年, 给他地方住, 资助他创办实验室。 每天想方设法讨他欢心, 变着花样的买礼物。 他一边接受我的馈赠, 一边对我冷淡嫌弃。 他的朋友说我是上赶的舔狗, 是没文化的文盲, 没内涵的爆发户。 他花着我的钱, 请他的同事吃大餐, 对他的小青梅嘘寒问暖, 却说我是浅薄恶毒, 无理取闹的大小姐。 他仗着我对他的喜欢, 将我所有的付出成了理所应当。 可是, 他不知道, 我只要不喜欢了。 我对他所有的好, 都要收回了, 餐桌上我的男朋友姜卓 正在给他的小青梅包下。 前一秒他还拒绝了 帮我盛汤的请求, 并不耐烦地对我说, 自己的事自己做。 他实验室那帮同事 都在嘲讽似的打圆场, 老大照顾小英, 习惯了, 嫂子不要在意。 韩韶英看向我的眼神里 带了隐藏的极好的得意。 我很给面子地笑道, 你们不要乱喊啊, 姜卓要生气的, 人家正在给他女朋友包下呢。 姜卓听到我说这话, 包下的手一顿, 冷淡地看了过来, 席上气氛也一时沉默了下来。 姜卓皱眉道, 要闹脾气回自己家闹去。 我点点头, 你们慢用, 我走了。 他的好兄弟林凯阴阳怪气道, 嫂子怎么舍得就这样离开你啊, 阿卓。 你说是吧, 嫂子。 林凯觉得我只是姜卓的舔狗, 又因为我占了姜卓女朋友的位子, 害他的女神韩韶英只能黯然神伤, 所以一直对我有敌意。 姜卓把一碗瞎肉地给韩韶英, 头也没抬, 别闹了, 沈玄。 我笑笑, 转头就走。 离开包厢一段距离, 还能听到其他人对我的嘲笑。 反正过一会儿就乖乖回来了吧。 但说, 真的我觉得这大小姐配不上老大, 还是小音和老大相配。 我听着这些声音, 脚步不停, 直到走出酒店。 难过吗? 好像是有点怅然, 但更多的是如释重负, 在酒店外吹了点风后人也清醒了些。 我为什么会喜欢姜卓呢? 图他长得帅, 图他高智商。 我的圈子缺少这样的人吗? 我摇了摇头, 恋爱脑, 真是要命。 我没有回平时的住处, 直接回了沈家别墅。 父母看我这么晚, 还找他们非常吃惊。 他们对我和姜卓谈恋爱, 其实一直颇有微词, 但顶不住我一直撒娇, 还是对姜卓的事业多有照顾。 连林凯家的小公司, 我也在姜卓的暗示下, 求父母关照过。 我开门见山, 爸妈,我要和姜卓分手。 大小节终于想通了。 我哥沈渝从二楼下来, 父亲上下打量了我一下, 吃够亏了。 我无言以对。 父亲放下报纸, 叹了口气后, 笑了,行吧, 迟一欠掌一掷, 以后擦亮眼睛。 母亲连忙招呼庸人 给我做宵夜。 等宵夜期间, 我的手机疯狂响了起来, 全都是姜卓打来的电话, 他还发了几十条微信给我。 他问我在哪里, 指责我任性, 说我让他实验室的人 都在那里尴尬。 但他要面子, 就是不肯明说 要我替他当这个冤大头 给那些韭菜付钱。 说来好笑, 因为他要面子, 我定位的时候 还是以他的名义定的。 我只回了一条, 我们分手, 一周内让你爸妈 从红顶天地搬出去。 还有合约到期, 审市也不会再投资 你们的实验室, 那里你们也尽快搬走。 一周后没帮我叫人 帮你们搬, 然后把他号码拉黑了。 哥哥看到了, 问我那小子的消息。 嗯,我点头, 我让他爸妈一周内 从我在红顶天地的 房子里搬走, 实验室也不会 继续给他们用了。 都分手了, 我的房子当然不能 让外人住。 哥哥笑道, 还算有点出息, 一周后我带人 和你一起去。 还有你这两天 先住家里吧, 那小子可能会到你 住处骚扰。 这也不是没可能, 而且我以前恋爱脑 还硬要把密码 和钥匙都给他。 钥匙他没要, 但密码 我是发到他手机上了。 唯一能庆幸的是 他为人冷淡, 我也谨记家里教会, 交往三年 都没到同居这地步。 父亲听我说了, 当即派人去我住处 把密码改掉, 并删除他的指纹。 一周后, 我和哥哥带着一帮人 去了我那套 红顶天地的房子。 江府江母 仍旧住在里面, 半点没有搬走的意思, 也算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了。 但我吃惊的是, 江卓竟然也在, 平时他总是日理万机的样子, 恨不得一天24小时 待在他的实验室 和韩韶音一起研究。 那段时间, 他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 你没有点自己的事要做吗? 嘿, 没想到江大博士 也有有空的一天, 江傅看到我 带着一大群人进来, 皱了皱眉, 小沈, 不是我说, 这房子虽然是你借给我们的, 但你也不能不打招呼就来呀, 还带那么多人来。 江母阴阳怪气, 我早说还是换个所比较好。 房子虽然是我的, 但我之前尊重江父江母的私人空间, 不曾上门打扰过。 当然, 他们也从不曾邀我过去。 我看了一下我哥, 他快要被气笑的样子。 我也为自己曾经的恋爱脑感到羞愧。 我一周前已经通知江卓让你们搬家了, 我冷静到, 如今我只是收回自己的房子。 一直沉默地江卓开口, 语气冷淡, 沈玄闹够了没? 我看着他笑, 江卓, 你知道我不是在闹, 所以你今天特地在这里等我来。 我告诉你, 我们真的分手了, 现在你们一家给我滚。 江父江母听我这么不客气, 脸色都很难看。 江父指责我道, 你和阿卓的事我们一般不插手, 但是你这样说翻脸, 就翻脸是不是太不讲情面了。 江母也道, 是啊, 那天你一个人先走, 留下阿卓一个人多尴尬, 多亏阿卓的兄弟给代付的, 你什么时候把钱给人家还上? 我笑出了声, 关我什么事? 江卓沉下了脸, 沈玄, 你在? 我打断他, 酒店是你选的, 定位也是以你的名义, 挑明酒店贵菜的, 是你实验室那帮同事, 和我无关哦。 哥哥也不耐烦地道, 说这么多干什么, 让他们赶紧滚。 江卓这才注意到我哥, 眼里闪过嘲讽道, 你找得心下家。 江母像是抓住了把柄, 大叫道, 小沈, 你这就不厚道了吧? 我家阿卓平时忙是忙了点, 但对你也很关心的, 你怎么能? 我扯了扯嘴角, 嗯, 关心到连这是我哥都认不出, 我可是给江卓看过我家全家福的。 江卓一夜道, 可能那天太忙了, 我没注意, 抱歉。 我似笑非笑, 嗯, 在忙着和你的小青梅发消息。 那天我还想努力讨好, 问他在忙什么, 可是只得到一句说了你也不懂。 江父江母又磨磨蹭蹭, 直到我真的招呼人动手, 帮他们收拾, 他们才急了到, 总要给我们一两天 找房子和收拾东西吧。 就是租房子 也没有房东立即赶人的呀。 我不为所动, 已经给你们一周了, 还有你们之前是白住, 可不是租房。 江卓咬牙道, 沈玄, 你有必要做得这么绝? 我好心地提醒他, 你们实验室那帮人 其实今天也要搬的, 不过我不想一天内跑两次, 你们记得这两天搬走啊。 江卓这下终于也急了, 实验室那么多东西和数据, 两天怎么搬得完? 我无所谓到, 除了数据, 实验室所有东西都和你们无关, 都是我家出钱的你忘了。 按道理说, 这数据也属于我家公司, 不过我家对这个没兴趣, 你们自己想办法处理吧。 最后江家三人只好狼狈地带着那一堆匆忙收拾出来的行李, 哼哧哼哧地滚了。 临走前, 江卓死死地盯着我, 你不要后悔, 沈玄。 我回应她的是, 快滚吧, 别脏了我这里。 他们走后, 哥哥嘖嘖称其道, 这两个老东西这么狗眼看人低, 是真不知道你的背景啊, 他们做什么的。 中学老师, 交出了个博士儿子就有优越感了吧, 大概把我当爆发户家庭出来的了。 我耸耸间, 毕竟家里将我保护得好, 神也不是什么稀罕的姓氏。 两天后, 我按时带人前去江卓的实验室, 现在已经不是了收房子。 我哥因为要处理公司的事就没跟我一起, 本以为经过之前, 江父江母搬家的事, 江卓慧知道我这次是真的铁了心了, 然后老实从实验室里搬走。 结果, 我进了实验室, 看到那一堆人还在那里照常工作。 有人注意到我, 尴尬地打了声招呼, 嫂子来了, 我去喊老大。 我说过了, 我不是你们嫂子。 我扫了一眼, 韩韶音也不在, 大概又和江卓一起在某个单间研究工作。 以前我为了这件事, 不知道不高兴多少次, 暗示明说是若强硬什么套路都用了, 还和江卓大吵过一架。 江卓却只是冷冷地看着我, 然后说, 韶音是我看着长大的, 他聪慧善良, 勤学上进, 不要用你浅薄恶毒的想法去揣测他。 那次我伤心了好久, 也发誓绝对不会先低头。 但只冷战了三天, 我就抵不过对江卓的思念, 给实验室又买了一批新的器材试迹, 换来江卓高冷的一个银字, 算是和好了。 现在想来, 我当时大抵是脑子进水了。 早有人去通知了江卓, 结果掀出来的是林凯。 林凯一看到我就面戴青世道, 我还以为你能多坚持几天呢, 这还是等不及来找阿卓了。 我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他却越来越起劲, 你也别太做了, 好好跟他道个歉。 你前两天还把伯父伯母赶出去了, 那也太过分了吧, 要不是我收留他们, 你叫他们一时间到哪里找地方住。 我懂了, 肯定是江父江母没有把自己当外人, 让林凯也觉得吃不消, 所以想找个理由让我赶快接手。 要我说, 你与其极度小音, 不如好好建设自己。 你说你一个爆发户的女儿, 其实配不上阿卓, 阿卓那看上你那是你的福气, 还不好好珍惜。 我对他笑了笑, 我倒是忘了你的事了。 他一愣, 我什么事? 当然是跟哥哥说, 不再照顾你家生意的事啊。 当初林家生意受了影响激进破产, 林凯是江卓团队里的重要成员, 他状态不好, 也影响项目进度。 我就让哥哥稍微照顾了一下林家的公司, 对江卓说的则是我有个朋友认识沈氏的高管。 我突然在想, 如果我当时直接自报身份, 林凯估计也只是表面上不会对我那么无礼, 但私底下还是不会待见我。 这种人就是自以为是, 不会感恩。 对了, 你把那天的钱转我, 我再帮你跟阿卓说几句好话, 你对他低个头这事就过去了。 林凯见我不接他的话, 也没在意, 转而拿出手机要我还钱。 什么钱? 那, 那天吃饭的钱啊, 阿卓说你会还给我的。 我吃笑, 我已经拒绝江卓了, 你们团建位吗, 要我出钱。 记得那天, 他们点了什么野生大黄鱼澳洲大龙虾的, 还有什么有些年份的葡萄酒, 这一顿我看得十来万。 林凯家里虽然有点钱, 但也禁不住这一顿饭吃那么多, 我估计他要是从我这里拿不到钱, 少不得得在家吃一顿竹笋烧肉。 林凯听我这么说, 脸上顿时五颜六色, 这是江卓和韩韩英也出来了。 江卓看到我还是那一副冷冷的样子, 你来干什么? 我微笑着说, 江大博士真是贵人多妄事, 我说过今天来收访的。 韩韩英上前一步, 淡淡道, 沈小姐, 你不用再乱吃飞醋。 等完成这个项目, 我就会退出卓哥、 师兄的团队。 实验室众人都大吃一惊, 看向我的眼神也带了不善。 江卓沉下了脸, 对他道, 胡闹, 我不会让你为了这种小事退出的。 他又对我道, 你都这么大了, 别再老是把自己当公主, 以为大家都要围着你转。 这次话我冷漠地看着他, 他好像不适应我的态度, 皱了皱眉, 正要再度开口。 我打断他, 我再说一遍, 我是来收回给你的实验室的。 实验室里的人终于有点慌乱, 纷纷停下了手中的火。 韩韶英译词言道, 但是沈小姐, 你和师兄是签了合同的吧? 对, 但是合同到期了, 而且合同上也没约定数据归属, 所以我还是有权要求你们麻溜地滚。 当初姜卓没钱, 又想搞这个方面的研究, 但好歹有些尊严, 就说要和我签合同。 但是他的尊严也只是要个过场, 签个合同就觉得是公事公办了, 大概是觉得吃定我不会坑他。 那是我当时爱他爱的昏天暗地,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可是我现在不爱他了。 他觉得他是什么? 实验室的人都面面相去。 韩韶英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姜卓大概终于明白我是认真的了, 他身体僵硬得很。 过了一会儿, 他冷笑一声, 你要记得, 是你做死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韩韶英脸上喜色一闪而过。 我呵呵, 随手抓起一个烧杯浇了他一头水。 师兄, 韩韶英尖叫着给姜卓擦脸, 回头指责我道, 沈小姐, 你这样太过分了。 姜卓盯着我一字一顿道, 我真后悔, 当初怎么会答应你这泼妇。 但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 只是捏紧了拳头, 大家收拾下随身物品, 我们走。 韩韶英脸带优色, 师兄, 那数据, 姜卓拍了拍他的肩, 没事, 这个我有办法。 实验室的人临走时, 全都对我一脸怨恨。 可我管他们呢? 我想着, 这下可以和渣男绿茶一刀两断, 开始过新生活。 可是新生活还没过一个月, 我就被迫又和那对狗男女扯上了关系。 事情是这样的。 和姜卓分手后, 我听从家里建议, 准备进入审市上班。 哥哥也开始带我熟悉父母在生意场上认识的叔叔伯伯们。 这天, 我们兄妹和谭氏的谭总约在谭家的高尔夫球场打球。 谭总笑着对我说, 小璇都长这么大了, 以前见到的时候才这么大。 他在腰部这里比了个位置。 我也笑着道, 可是谭伯伯在我看来可是一点都没变。 还是和当年一样年轻。 谭总哈哈大笑。 打了一会儿球后, 谭总的助理向他汇报工作, 我们便分开行动。 我和哥哥一边唠嗑一边打球, 突然我听到不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谭总, 请你考虑一下, 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只见三个熟人围着谭总, 手里拿着几张纸, 神色急切地在劝说。 没想到在这里能看到姜卓涵韶韶和林凯, 我既吃惊, 又觉得晦气。 我还没有所反应, 哥哥已经走上前, 嘲笑道, 我记得你们走之前什么都没带, 没有这个项目的数据打算空手套白狼。 我也跟着上前。 那三人看到我兄妹大吃一惊。 谭总诧异道, 是指你认识他们。 哥哥微笑道, 这位江先生就是我之前跟谭世伯你说过的小玄前男友。 谭总对外是平易近人的形象, 刚才被江卓他们三人唐突打招呼也没有不快, 但他听哥哥这么一说, 眼中的清和顿时消失了。 江卓沉着脸道, 沈先生, 我和令妹是和平分手, 你不用一而再再而三地找茬。 韩韶音也帮腔道, 是啊, 沈小姐, 那天你突然就赶我们走, 要不是师兄事先备份过大部分数据, 他的心血可能真的就被你毁于一旦了。 原来江卓还是事先备份过数据, 怪不得拉投资的时候很有信心。 林凯怨恨地看了我一眼, 大声对谭总道, 谭总你不要相信他们, 这个女的心胸狭窄, 我和她之前只是有点小摩擦, 她就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搅黄了我家公司和沈氏的合作。 谭总听到这里, 脸色都变了。 林凯以为谭总相信了他说的话, 有些得意, 他们也是来找您合作的吧, 您可别被他们骗了。 我和哥哥只是笑吟吟地在一旁看着他扮小丑。 谭总听完淡淡道, 你见过沈氏的总经理吗? 林凯一愣, 道, 和我家对接的是沈氏一个管理人员, 我父母都没有机会, 得见沈氏高层。 谭总冷笑一声道, 我猜也是, 不然你不能连他本人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 那三人听了这话都很惊愕。 林凯一脸不敢相信, 看着我哥道, 你是沈总经理, 那沈玄是沈家大小姐。 她的沈针是沈氏的,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看她的反应, 好像还是考虑过我和沈氏的关系的, 不过可能是因为我吃穿用度, 也就比她好那么一点, 对她平时的恶劣态度也没太大反应。 她家当初生意有起色, 我也没在她面前自夸, 就认为我也姓神只是个巧合吧。 姜卓眼中满是恶然, 还带着一点受伤, 她沉声, 原来你一直在瞒我。 我微笑道, 之前是考虑到你的自尊心, 给你看全家福的那天, 我是想和你坦白的, 不过嘛, 姜卓和林凯全都面如死灰。 韩韶音还想说些什么挽回局面, 谭总已经不耐烦地找来工作人员, 把那三个人赶走。 姜卓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失魂落魄地走了。 但是林凯和韩韶音眼中 不约而同的愿读太明显了, 总感觉没完了呀。 还真的没完, 不过先出幺蛾子的是姜父姜母。 他们在网上开了直播哭诉儿子的女友 因为和儿子一点小矛盾, 就一点时间不给把他俩赶出了房子, 还要抢夺儿子的研究成果。 还好儿子警觉, 实现备份了大部分数据, 但女友扬言儿子找到一个投资他, 就会搅黄一个, 总之不会让儿子继续搞这个项目。 姜母红着眼道, 他一直说我儿子和他团队一个女孩 关系不清不楚。 可曼女孩是我们夫妻好朋友的女儿, 和我儿子一起从小长到大, 我儿子才对他多照顾了些。 姜父也安生叹气, 其实我们住他的房子也住不太安心, 毕竟还是想有个私人空间的, 房子的事也就算了, 但这个项目是我们儿子的心血, 还是希望沈小姐能放阿卓一马。 我们都是普通人家, 不像你家里豪富, 有巨大资产。 他们在直播里故意模糊了住了三年没有给房租, 江卓对韩韩的种种愉悦行为, 还有实验室是沈家全资且合同上也没约定成果归属的问题, 但已经足够让大幕爆炸了。 我草, 这什么公主病啊, 谈恋爱还不能有些异性朋友了。 就说人家青梅竹马, 说不定这姓沈的还是第三者插足呢。 话说就算房子是他的, 他也不能隔三差五去骚扰房客呀。 等等, 没有人提最重要的实验数据问题吗? 我草这哥们也太冤重了, 做了什么虐财找了这么个女朋友啊? 有人根据江父江母在直播中有意透露出来的信息, 扒出了我的身份, 立即就在沈氏官网下和我个人账号下开骂, 太难听了以至于不能过审核。 沈氏仗是欺人沈氏, 抢夺研究成果实验室成果, 到底归谁这些热搜, 也一直在榜上居高不下。 韩韶因趁热打铁, 也在个人账号下表态, 我就是实验室成果被抢事件的当事人之一, 当然他也拿不出证据, 重点放在卖惨病阴阳我, 不学无数成日就是无是生非, 最后他写道, 我对天发誓, 我和师兄真是清白的, 请沈小姐不要误会。 师兄出身普通家庭, 那些研究成果真的对他很重要。 林凯也火上浇油颠倒黑白, 谎称因为他对我说话没有像奴才一样, 毕恭毕敬, 我便让家里打压他家, 让他家公司濒临破产。 江卓项目组里的人当初狼狈地被我赶走, 对我心怀怨愤, 现在自然也纷纷上网, 支持他们几个人的说法。 我与父母哥哥商量, 等几天看看他们有没有后招, 发现他们在没有新花样后, 立即联系沈氏的公关部准备反击。 当我在公关部在线讨论如何反击时, 我微信收到一个陌生人的好友申请, 沈小姐, 师兄和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你谈谈, 希望能和平解决这件事。 我通过了好友申请, 对面很快又发来消息, 开门见山, 我们的意思是希望沈氏能对我们高抬贵手。 这样我们可以在网上解释那些都是一场误会, 现在沈氏股价也受到影响了吧。 我回复, 你和江卓父母还有林凯联手造了这么个大谣, 一句轻飘飘的解释, 误会就能解决给我们沈氏带来的损失吗? 沈小姐可不能这么说, 我们说的哪一句不对呢? 你也说不出来吧。 但师兄念旧, 想要好聚好散, 沈小姐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你让江卓亲自来跟我说。 过了一会儿, 一张江卓躺在床上睡觉的照片发了过来, 他左手还握着一只明显看起来像是女性的右手。 抱歉啊, 沈小姐, 师兄一直握着我的右手, 我左手打字不太方便。 他最近为了投资的事太累了, 现在睡着了, 我可以代表他。 我很奇怪, 韩韶音之前发来的内容也算比较小心, 没有说漏, 那说明他还是有些脑子的。 那他为什么还发这些挑衅的话? 他很快又接着发来了信息, 其实你和师兄也是情侣一场, 何必闹得那么僵? 如果你愿意给师兄介绍个投资, 或者审视能继续把原来的资源给师兄的团队使用, 我想师兄还是愿意和你做朋友的。 我突然懂了, 韩韶音可能是想故意激怒, 我让我失言好拿到证据, 以消除掉反转的可能。 如果是一个月前的, 我可能真的会被他激怒, 然后被他拿到画饼。 但现在自然不可能了。 我笑了笑, 打字, 谢谢你。 对面回了个? 我回到, 谢谢你发来他的照片, 证明这个微信账号, 使用人就是你韩韶音。 那又怎么样? 我说了我可以代表师兄了。 不怎么样? 只不过你说的这些我都存了, 就当是之后的证据吧。 发完这句, 我不顾上面显示的还在输入, 直接把这个账号拉黑。 第二天, 我开始反击。 沈氏在网上澄清, 给出账目跟合同, 表示姜卓那个团队的实验室一切用品包括场所都是沈氏提供的, 合同里也没明说研究结果的归属。 而且研究虽然有些成果, 但账目显示多有浪费。 韩韩音很快出面反击说, 当初沈小姐不就是仗着和师兄男女朋友的关系, 让她签下这种不平等合同吗? 至于浪费, 我想说沈小姐不了解科学研究吧, 有些成果就是在无数次失败堆积上才出来的, 那并非我们团队故意浪费。 我隔空兑现, 听你这么说我还以为自己没有读过书, 我这里也有专业人士的意见, 你们研究中有很多浪费根本是不必要的。 本来一开始他们还没有搞出这么离谱的浪费, 但看我对此无甚反应, 他们也逐渐开始不加顾及了。 有些器材事迹一买就是一大批, 很多东西扔到一边直到保质期, 过了都没开封, 反正有我这个冤大头副长。 其实江卓这个团队的人人品虽然一般, 但的确是有些头脑和能力, 正常情况下不应该会这么蠢, 还是我的舔狗形象太深入人心, 才让他们如此肆无忌惮。 我将那些被浪费的东西照片, 以及专业人士的意见配合账目发出来, 反正网友中必有行家, 这些就留给网友自己评判。 不等韩韶音回复, 我又朝江傅江母开火。 这两位人民教师三年前说装修房子, 要搬出自己原来的家。 我当时看在男朋友面子上, 愿意提供一套房子免费供他们, 暂时过度。 彼时我也想不到他们那一百多平米的房子 要装修三年, 别不是把承重墙给敲了要重新造大楼吧。 部分网友说房东也不能随便禁租给房客的房子, 问题是三年来他们一分房租都没付啊。 说实话, 除了那一次请他们赶快搬走外, 这三年来我还真没上门打扰过。 我说这些的时候, 手机又收到新号码的骚扰电话, 我干脆拉黑, 继续在网上开炮。 他们不付房租也就算了, 毕竟当初是我自愿的, 但他们好像真的不当自己是外人。 我之前收拾房子的时候, 物业还告诉我他们找了换所公司打算上门换所, 以下是物业提供的监控录像。 其实监控摄像头并不对准业主家门口拍。 只不过江家夫妇找来的小公司工作人员比较豪放, 不慎用工具给电梯门附近的墙面画了一道口子, 物业查看监控才知道此事。 顺便说下, 江家夫妇当然是耍赖, 没有赔钱。 而换所没成功是因为原来的锁太精巧, 那个小公司业务能力不够, 而能做的大公司估计要价太高, 那俩夫妇不愿花这个钱。 韩勺因这时候又跳出来, 那你也不能不说一声就把人赶走啊。 虽说师兄这三年忙于工作, 可能有些冷落你, 但他有空的时候对你还不错吧? 之前你烧到三十九度, 还不是师兄陪你去医院的。 我一看快要气笑了, 我生病了, 他作为男朋友送我去医院, 不是天经地义。 这也算对我好。 是不是举不出其他例子了? 也对, 毕竟就算是仅有的送我去医院那一次, 他也是刚到医院就被你叫去庆祝生日了, 连挂号都是我自己去的。 到这地步, 我干脆把和姜卓的一些相处细节 以及我给他花的钱都发了出来, 虽然我当初给他花钱心甘情愿, 也没有一一记账, 但最近这段时间的转账记录 以及一些昂贵礼物的发票 我还是能找到的。 于是, 网友可以看见虽然聊天记录中 姜卓对我基本都是冷淡得很, 但转账礼物还都是不客气地收了。 到这地步网上舆论已经基本反转了, 我在把韩韶音之前发来挑衅的话 和姜卓的照片都发到网上 给添了最后一把火。 姜家三人和韩韶音的名声 彻底臭得不能再臭。 渣男绿茶软饭硬吃吸血鬼的一家等 骂声不绝。 当然也有网友吐槽 我之前太恋爱恼, 对这些批评我一概虚心接受。 至于骂我太狠毒冷血的, 都不用我反驳, 就有一大批人替我把这种人 骂到不敢再出声。 让我感慨的是, 姜卓一个大男人, 这场风波竟然从头到尾都归缩不出, 没有担当的程度, 让我叹为观止。 一个星期后, 姜卓头发凌乱胡子拉叉, 衣衫不整地出现在审视楼下, 一看到我下班立即就红浊眼冲上来质问, 我妈被你气到住院了, 你有必要做得这么绝吗? 她朝我发火道, 不就是钱吗? 我可以给你。 但你太恶毒了, 我爸妈好歹是你长辈啊。 她还想冲上来抓我, 但审视的保安很给力, 抢在前面把她控制住了。 我看着她这副狼狈样, 觉得自己当初竟然会喜欢她, 真的是太丢脸了。 不过她说还钱, 那还是要的。 虽然我觉得她还不出, 她却是看我不说话, 以为我理亏, 大声, 你说多少钱? 说呀, 房租, 实验室相关, 你给我买的东西那些, 我全都按价算钱。 咦, 她现在名声这么差, 还能找到金主吗? 不过转念一想, 还说不定真有慧眼识人的伯乐呢。 我爽快地跟她说, 你爸妈住红顶天地的海景房, 月租二万五。 你爸妈住了三年, 你得给我九十万。 实验室那里, 就用你的研究成果换吧。 当然你要是能给钱, 我也可以代表, 审视放弃那些成果。 给你买的东西就不算钱了, 算也算不过来。 江卓一噎, 恨恨道, 你当初追我, 只是为了好玩吧。 她说到最后, 自己也入戏了, 大声道,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我平静地看着她, 这点你自己清楚, 倒不如扪心自问, 你爱不爱我? 你就是不相信我和韶音是清白的, 可是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和韶音绝无任何越轨。 这些都不重要了。 她激动道, 你现在说不重要了, 当初是谁说, 不管怎么样永远都爱我的。 骗子, 你这个骗子。 周围路人走过这里, 纷纷停下来朝这里, 看还指着点点。 我不想被围观, 就去停车场取车。 结果姜卓一路跟着我, 来到车前。 我不耐烦道, 你想怎么样? 她无奈道, 行了你赢了。 她在说个什么玩意儿啊? 她苦笑道, 我是个直男, 只知道做研究, 也不知道琢磨女朋友心思。 看到你网上说我的那些, 我才知道知道 你对那些是那么生气, 这点是我做的不对。 但我真的只是把韶音当妹妹, 所以平时比较偏向她一些。 她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 别闹了, 我答应你以后会控制 和韶音相处的分寸。 但你也要去医院和我妈道歉, 我爸这次真的很生气, 我是费了好大劲才说服她, 我打断她, 你这几天为什么不出声? 啊? 前几天你爸妈在网上说, 你那个小青梅也在网上说, 但你怎么从头到尾都装死? 大家都不冷静, 但我不能也失去理智啊, 所以那几天我才没出现。 那你还给不给你爸妈付房租啊? 江卓一下, 给我整不会了。 我趁她发呆期间, 赶紧上了自己的车关上车门, 她还想拦住我, 但看我油门踩得猛, 终究是怕死赶紧闪在一边。 车子开过她身边时, 我目不斜视地说了一句, 你还是赶紧找个班上吧, 大哥。 再把精力耗在这上面可没底啊。 那之后, 江卓他们的确是消停了一段时间。 关于江卓他们的研究, 我本来在考虑卖掉, 还是自己找人做。 业内人士跟我说这个项目大有可为, 让我下定决心有审视接手。 反正相关地点设备材料都是现成的。 万事齐备, 江卓他们又出来搞事了。 我收到了江卓他们的律师函, 他们说要和我面谈。 我还以为他们真的放弃了呢? 我没亲自出面, 派了个人带我前去。 江卓他们主张当初和我签的 英属无效合同, 有些条款太不平等, 又骗取他们研究成果之嫌。 他们表示, 科研人员研究不易, 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如果我方不经他们同意 继续做那个项目, 就法庭上见。 我听完下属汇报, 反手就把江家父母和韩韶英 告上了法庭, 起诉他们之前网上污蔑我的事。 江卓没想到我还会就是重提, 只能又灰溜溜地来求我放过。 他憔悴地道, 小璇, 给我调活路吧。 也不是不可以, 就是, 他眼睛一亮, 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 我对他的厚脸皮感到震惊, 你在发什么白日梦, 我是让你把你爸妈的房租, 以及之前污蔑我的精神损失费, 还有我家之前对你团队的投资都还回来。 这样我可以考虑不起诉你爸妈, 也可以放手那些成果给你。 不过就算给他, 他也找不到投资, 只能给人打工吧。 他脸色一寸寸灰白, 挣扎到, 我可以给审时分成, 我保证你们以后能获得十倍的钱。 我相信这个项目的潜力, 我默然道, 可是我不想再和你们任何一个人有所牵扯了。 所以, 你选吧, 大家都不打官司, 还是一起打官司。 他眼中全是绝望, 你知道的, 我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精力, 所以一开始你们不搞幺蛾子的话, 我本着及时止损的想法并不想把过去的事翻出来追究。 他走的时候背影沟楼消锁, 我却全无同情。 父母和哥哥得知后都冷笑到江卓, 想得还挺美。 父亲道, 官司的事你就别管了, 让审时法务部处理, 你专心工作。 哥哥问我, 如果他们撤诉, 你还告吗? 我摇头, 我不会老是让他试探我的底线的。 双方都撤诉也太便宜他们了。 我告他们肯定一告一个准, 但他们告审视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可不是我们仗势欺人, 而是合同条款模糊, 打起官司来那可是旷日持久。 我的三个亲人听我这么说, 都满意地笑了。 江卓没再来骚扰我, 而是忙着帮他父母应诉。 但林凯不该一无所有, 给自己买了巨额保险, 计划开车撞我和企图我同归于尽。 还好我哥为了防着他们狗急跳墙, 一直派人盯着他们。 我哥察觉林凯谋话后, 在他实施计划之前, 就设计让他欠了一大笔高利贷。 现在林凯天天被高利贷追债, 焦头烂额, 没来得及撞我就为了逃债 不慎摔下楼梯跌断了腿, 因为货就不及时还要截支。 他爸妈本来破产之后, 还有点钱, 想东山再起, 这下只好替他还债, 林家彻底一贫如洗。 我没忘记, 连韩哨音一同起诉, 姜卓的团队经过这些风波早已解散, 韩哨音现在无业又有官司在身, 日子非常不好过。 韩哨音来找我, 痛哭流涕求我放过, 说只要我放过他, 他立即远走高飞, 不再和我争姜卓。 我一连笔疑, 谁要和你争垃圾? 官司最后当然赢了, 姜卓父母和韩哨音被判公开向我道歉和赔钱, 那点钱对我来说不多, 但够他们喝一壶。 姜家三人因为这些事名声大噪, 而且因为要赔我钱连房子也买了, 只能租房住。 说起来, 那房子装修好后他们是一天都没住过呀。 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消息, 是看本地法治新闻的时候, 新闻上说男子姜某因为琐事和父母争执后, 迟到童死父母。 本来我还不知道这是在说他, 但是看网上消息后才发现, 这说的竟然是姜卓。 好像经过之前那次打击后, 他就一蹶不振, 也不出去找工作。 他父母可能是觉得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博士, 儿子这样太丢自己面子就催促他找工作。 最后双方发生争执, 他激动之下就措手杀害了父母。 证据确凿, 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被判处了死刑。 沈氏投资了新的团队来接手姜卓的那个项目, 半年后就得到了初步的回报。 这也多亏了姜卓他们辛苦的前期工作, 如果他当时真的肯好和好散, 或者把我之前花的钱都还回来, 我也是不介意把项目让给他们继续做的。 不知道他在生命最后一刻会不会后悔。 两年后, 我的工作得到了父亲认可, 被委认为沈氏副总经理。 这天哥哥说在本市五星级酒店订了包房, 要全家庆祝一下。 在车上我很无语, 庆祝什么? 这不是自家公司吗? 哥哥笑道, 自家公司用人也是看实力的, 又不是一进去就是黄马挂。 到了酒店, 门口迎宾员等车停后打开车门, 刚下车我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再努力了, 妈你不要逼我好不好。 我寻声望去, 那竟然是好久没有消息的韩韶音。 他对面是个和他有点像的中年妇女, 你努力什么? 这么久了还只能找到不正规的公司, 做个小文员, 连京都不给你教。 韩韶音已经有点哭腔, 妈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不要回老家嫁那个老男人, 他有脏病还残废啊。 你当初说的读出硕士能赚大钱, 我才让你出来读书的, 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不该答应, 你让你读。 还名牌大学呢? 你在那里发什么呆? 爸爸妈妈已经在包厢了, 哥哥喊我, 哎, 来了。 我痛快地跟上, 不再关心无聊的人和事。